大家好 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section的这个简单使用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section的高级使用 好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section的生存周期 我们在 使用section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我们 在使用section时 一定要调用我们的section star函数对吧 并且我们的section是存放在文件中的 那么 php自身的垃圾回收对它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section的回收是要删除文件对吧 那通过这个section star函数 它是section机制的开始 代用它有一定的概率开启垃圾回收 这概率默认是1% 他是在哪里 设置这个1%的人 在我们的这个php.rnr中 有两个配置项 一个是 section.gc gc下方见 probably 这个 如果设问0表示概率问0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删除 这个section文件的话 必须设置我们的定时任务了 对吧 我们定时去删除这个section目录下面的一些过时的文件 也是可以的 然后第2个就是我们的这个section.gc division 默认是100 默认是100 所以他两相除 就得到了默认的一个概率就是1% 我们在这个php.rnr中还有一个参数是设置这个 过去时间的 过去时间的 section.gc 然后是 max lifetime 他默认是1440 也就是24分钟 所以 这个默认配置 但是概率 就是 1% 是他 除以他 对吧 我们不建议去把这个 概率设置的过小 因为section的垃圾回收是需要检测每个文件是否过期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个 我们 还有一个函数 下作 section.net 这个函数 它会返回保存我们section.id的这个cookie的件值 如果不存在 会生成一个section.id 然后把生成的section.id 作为cookie的值 传递给客户端 这个 这个键值 也是可以从我们的php.inr里面找到的 它的 设置的值叫做section 点内 我们默认是php.sys.id php.sys.id 默认设可 这就是设置我们 我们的那个section.net 那个section.id这个cookie的这个键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自定义我们的这个section处理机制 其实 我们可以设置为sector.net sector.net 我们可以设置为user 来我们看个视力 看是如何设置我们的自定义 首先我们看这个代码 我们 首先设置了一个section的这个保存的这个路径对吧 定了这么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 初始化一个 open函数 open函数里面 你看 我们保存一个路径以及这个section的名字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什么都没有操作 我们就 把这个 open的这个cell path 这个变量复制给了我们这个全球变量 这个cellpath里面对吧 然后发挥了true 而我们的close方法 我们也直接return true 对吧 然后我们看这个read函数 read函数里面 他默认就是我们使用了这个 successparse 目标下面的sessid 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把我们这个文件 读取 进来了 对吧 把内容返回出去了 也就是说 我们根据这个sectionid 然后来读取对应这个文件的所有内容 然后进行返回 注意 这里有个add符号 是有时候 他如果这个 文件不存在 对吧 那他有可能会 报错 那这个时候 我们用add的符号 他会一直知道 这个错误出出 然后我们看这个read函数 我们read函数 是进行读取 那read函数 就是进行文件的写了 对吧 首先 它一个sectionid 然后它section面的内容 我们 先是判断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然后打开这个文件 把对应的内容写进去 对吧 然后 写成功了 就返回 返回处 如果写失败了 就返回fals 好 这是我们的打开 关闭 读取 写入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个消费 我们的section消费 是要删除文件 对吧 那他其实就是 删除文件的话 对应的操作就是删除我们这个目标 下面的一些文件了 也是根据我们的这个sectionid 把这个section文件对应的路径 使用我们的unlink方法进行删除 然后看他的回收 回收呢 其实也是看我们的这个文件的这个 时间 对吧 是不是 他的 过期时间 创建时间跟那个加上 section的这个时间之后 是不是已经过期了 那已经过期了的话 我们就对文件进行删除 好 那么 我们设置了一堆函数之后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section setssavehand 这个函数 来指定他的 打开 关闭 读取 写入 销毁 回收 这几个参数 都用我们自定义的函数来处理 然后再调用section 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常来使用我们的这个 section了 使用起来还是跟之前一样的 假如我为section 定义一个admin 对吧 然后 我还是这样 照常使用 唯一不同的就是 他在他的处理机制里面 他会使用我自己定义的这些函数来对应的处理 这就是他的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处理 我们把上面的有些地方可以稍微改一下啊 像这个 锐的 锐的时 就读取的时候 这个孩子里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他 因为毕竟是读取文件 这个setssavehand 如果是出自访问的话 我们就来读取 有可能 文件不存在 对吧 像我们写入的话 也是一样的啊 然后我们的销毁 我们的回收 注意我们这个回收这里啊 除了这个文件的修改时间之外 我们还要加上这个 过去时间 就是section的过去时间 对吧 就像你这个文件 创建之后 一直没修改过 然后呢 20 默然24分钟过去 是吧 就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 那这个 对应的section应该是要被回收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 刚好 这个1%的概率来启动回收的话 那他却有可能被回收 注意我们的这个section setssavehand的函数 他一定是在 sets大函数调用之前 进行定义的啊 好 这是我们 自己定义的这个函数来处理 section的 对吧 那我们 在有些 项目里面 我们 有可能 用 不一定是用文件方式啊 像这种sale的话 我们有可能把它关联到某个数据库 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关联 库里面的某个表 当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 我们使用memort catch 来存储我们的这个section 我们不会 我们不 不去自己自定义这个section 对吧 当然 通过刚才的方法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通用memort catch来处理的 只是我们在这里面 在这个 读取啊 以及写入啊 还有 销毁啊 这个回收的时候 我们 连上我们的memort catch 把这个sectionid作为key 对应的 值作为value 我们也是可以存储到我们的memort catch 对吧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 简洁的方法 就是我们直接在我们的php.rm 里面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section .save handle 我们进行设置 我们设置是什么呢 设置是memort catch 然后我们 我们的section.save pass 设置成 这个 tcp 然后127.0.001 我们的memort catch服务器对吧 112211 我们如果有多个这个memort catch server 来处理这个section 那我们就可以用dol号隔开 然后再写一个 好 我们在这里设置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如果有多个 那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memort catch at server 这个文档一样 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带一些权重啊 超市时间啊 超市之后重视次数啊 是不是一直长列阶啊 这种参数 就类似于像这个 假如我 1212 对吧 我给他设置一个 叫做 persistence 他使用长列阶 然后 他的权重 我设为98 那么大多数都会命中到我们这个 第2个实力小美兰 对吧 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设置 当然 我们不建议 这个权重配的太大啊 这样的话 虽然我设了两台但是 到权重大大就造成了这个实力成为单点了 对吧 所以 我们这里 不建议大家就这么去设置 当然 大多数情况下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肯定不是使用一台迷迷开始机器 一台机器起两个实力 就刚好用同一台机器来处理啊 如果这一台机器当掉的话 那 风险很大 对吧 一般来说可能就是这个IV 这里可能 会有些变化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迷迷开起来存储我们的section 我们看一个 实例 就是我们设置完之后啊 我们在这里通过迷迷开始 设置了这个 cell handle 是用迷迷开起来的数字之后 我们 使用section的话 就跟 之前使用一样 我们 直接调用section start 然后呢 就可以 对section这个数字里面 进行一些 key的一个复制 然后 我们把 从这个数字里面读取出来 就ok了 对吧 就跟我们评 之前使用的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section的一些高级硬化